時間的 看看什麼時間的 推寶給您一樣做志 分明基有兩萬一千多恭喜 那當然我們平常做很多的 也會提供農民的土壤回避檢測 最好的 那目前適用的是在 廠話 包括說鼠微草 台中農改廠在去年有很豐盛的結果 包括有三個新品牌運程 三個專利 二十一項的技術移轉 那另外還有就是無草推廣的品種 去給農民種的話 有兩萬多的依值公頃 還有很多其他的粉力檢測的一些 一些績效 那所以我們有獲農委會 一百零九年度的 研發成果的優質單位獎 那我們同仁呢 也得到農委會跟十大農家 還有經濟部的發明獎 還有農學團體的獎項 總共有十項 所以我們今天很開心 可以把這個成果告訴大家 那認識我們有精選五項 那五項的話 就分別呈現在 雪道直播可以成功 那再來的話 就是用硫磺的容易 來就是解決 碗豆 連續採收的一些問題 這個是安全 那再來的話 就是有很多的香菇廢氣包 這些廢氣包 我們把它當成是炒化的一個栽培戒指 那可以減少進口擬探土的一個 擬探土的一個進口 然後我們可以解決這些 像是廢氣包的一個 就是處理問題 所以這個是 就是循環 那再來的話 就是台中廠有一個 99年就有一個有機栽培人區 那99年建立之後呢 我們去年就依照有機農業的一個促進法 去申請相關的一些驗證 那去年9月底也順利拿到證書了 那我們也進一步農產品的一個 申請的標章也去申請了 那所以今天把這個成果分享給大家 我們待會兒會進行有機栽培園區的一個接牌 那這是中台灣的第一個就是有機的園區 我們希望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有機栽培的示範園地 然後也可以提供有心從事有機栽培的一個農民的一個觀摩的一個場 大家好我是台中區農業改良廠沈元明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技術是在豌豆上面的安全生產的部分 那豌豆在全台灣的面積大概有超過400公斤 那在彰化縣又是主要的產區 那所以我們針對豌豆研究比較安全的管理技術 那豌豆上面的限制因子呢 主要在病蟲害上面有豌豆的白粉病 它會造成在葉片上面有白色的粉狀構造 影響到豌豆的生產的品質還有植出的狀態 那所以我們在開發其中一種方式 就是運用硫磺這個溶液來運用在豌豆的葉片上面的葉部病害 那使用上面我們發現它對於降低白粉病害的效果達到50% 那我們在這樣的技術能夠降低白粉病 也可以在運用其他的技術一起來進行 例如說我們選用抗白粉病的品種 以我們台中區農業改良廠所開發出來的 像豌豆台中16號 那再加上是我們用直立式的栽培 那這樣的方式就能夠更顯著的 在安全豌豆生產上面達到良好的效果